Hello to someone 大家好,我是起琴 大家通过我的简介都知道 我是个喜欢舞蹈的人 其实对于舞蹈 我也是半调子水平 我也没有专门的去学过舞蹈 我是那种 对这支舞蹈很感兴趣的话 我会上网查一些教材分解 然后跟着教材分解一起跳 也因为没有去找那些舞蹈老师学过 所以很多动作也不是很标准 对于那些专门去练过舞蹈的同龄人来说 我的水平是很低的 但是我是到了大学 才发现自己的舞蹈很差劲 因为周围有太多人跳得特别好 特别是我加入的舞蹈社团 很多跟我一样是大一的 都跳得非常好 这让我超级有压力 所以我一直都有参加我们社团的对训 就是会讲一些基本的动作 我也会积极地参加学校的很多活动 就是为了能在活动中提升自己 每次学校有选修课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舞蹈 这些舞蹈选修它不仅仅只教爵士 它还会教现代舞 古典舞 还有民族舞 所以在这个学期我学了三支不同的舞种 我觉得学舞蹈有很多好处 它能让我这种不爱跑步的人动起来 而且我的舞蹈社团里都是有着同样的爱好 都是志同道合的人 和他们一起练舞比自己一个人跳舞要轻松的多 而且能让我更开心的去练舞 开始喜欢跳舞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九年了 我对于舞蹈也越来越喜爱 我希望在这个社团里我能跟我的伙伴们一起进步 一起享受在舞蹈的海洋里 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成为自己口中和别人口中的舞者 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